塔式起重机是现代工程建设中一种主要的垂直运输的机械 因其具有适用范围广、起升高度高、回转半径大、工作效率高、操作简便、运转可靠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作业场地、固定且周期较长的工程项目 由于此类设备的结构特点需随施工进度进行安装、升洁附着和拆除 塔机的非常态工况直接影响其使用安全 因安拆使用不当而引起的事故时有发生 本片依据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使用、拆卸安全技术规程 JGJ196-2010塔式起重机安全规程 GB5144-2006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2005塔式起重机混凝土基础工程技术规程 JGJ187-2009湖南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将建建2016-15号及相关法令法规 以TC-6012塔机为理 研议塔机租赁、安装、拆卸和使用的安全要点 从而提高从业人员的规范化操作水平和保证施工安全 塔机基本类型及结构 塔机分类 一、按回转支撑位置分类 塔式起重机可以分为上回转塔机和下回转塔机 二、按臂架结构方式分类 分为小车便服式塔机、洞壁便服式塔机和折壁便服塔机 三、按安装方式不同 可分为能进行折叠运输、自行整体架设的快速安装塔式起重机和非快速安装时 四、按照有无行走机构 我们还可以分为移动式和固定式塔机 目前,用于防建工地的主要为自生式上回转塔机 常见的有屏壁和洞壁两种 屏壁分为塔头式和平头式 洞壁式塔吊 其中力巨大 单绳其重量大 回转转速慢 调物平移比较平稳 一般用在大型钢结构和超高层施工中 平头塔机 平头体积小 连接设计简便 壁结之间的实行快速拆装 安装方便 在高插受限的地方使用 尤其是群塔作业时 比较好错开高插 塔机结构 塔机主要由金属结构 工作机构 液压鼎声系统 电器系统和安全保护装置等组成 金属结构 包括基础结 加强结 塔身 鼎声套架 附着装置 回转支撑 回转塔身 起重臂 平衡臂 塔顶 司机室等 工作机构主要包括 起声机构 回转结构 便服机构等 液压顶声系统主要包括液压蹦站 顶声油缸 顶声横梁 电器系统由电源 电器设备 操作控制台和低压电器组成 安全保护装置 安全保护装置主要包括 力矩限制器 重量限制器 回转限制器 幅度限制器 高度限制器 防断绳保护 防断轴保护 吊钩保险 防钢丝绳 跳槽装置等 塔基安全管理 塔基选型和定位 施工单位应健全管理机构 配置设备管理员 根据工程施工平面布置和其中要求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 对你选塔基的工作幅度 起升高度 起重量等参数进行核验 选出先进可靠 经济适用的塔基 塔基定位应满足工程起重量 施工环境 基础条件 附着 拆除等各项安全技术要求 租赁设备 施工总包单位与租赁单位 签订塔基租赁合同 优先选择具有安装资质 维保能力的一体化租赁企业 租赁企业提供产权备案证和相关资料 有下列情况的塔式启重机严禁使用 一 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二 超过规定使用年限经评估不合格的产品 三 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产品 四 没有完整安全技术档案的产品 五 没有齐全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的 安装管理 一 施工总包单位与安装单位签订安装拆卸合同及安全协议 二 审核安装单位的资质证书 安全生产许可证 营业执照 管理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 应满足要求 三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应急预案 对超过一定范围的危险性较大的专项施工方案应按规定阻止专家论证 专项施工方案由本单位技术安全设备部门审核技术负责人审批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批批准实施 四 施工单位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开工条件审查报批 安拆告知后方可进行安装 五 安装前对设备部件进行进场检查和安全技术交底 调试自检 安装单位安装完毕进行自检 合格后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 检测 第三方检测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出具检验报告 建筑启动机械的定期检验应当按照相应的安全技术规范进行 整机检验检测每年一次 下列情况之一的在使用前必须经检验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一 新设备首次使用 一味和转场使用 二 经大修改造的 三 超过检验周期的 四 发生重大机械事故的 五 自然灾害后可能影响设备安全技术性能的 六 工地停工六个月以上的设备 联合验收 检验核 检验核格后 实工单位组织租赁单位安装单位监理进行联合验收 核格后方可使用 使用登记 自安装验收核格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和发使用登记证 使用管理 使用过程中需加节附着的 实工单位应在家节附着两日前办理告知手续 作业完毕应进行检查 验收 核格后方可使用 完工拆卸 办理拆卸告知和开工条件审查 使用单位七日内办理使用登记注销 塔基安装程序 以安装前的准备 塔基庄前需进行微薄检查 合格后方可安装 雷雨天 雪天 大雾或风速超过每秒十二米的恶劣天气不能进行安装作业 塔基安装应选用满足其中要求的设备 安装场地的地基承载力满足要求 配备必要的安装工具 调锁具及测量仪器 在安装前进行安全技术专项交底并签字确认 作业人员需持正上岗 正确佩戴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安全帽 工作服 防滑鞋 安全带 安装前要检查安装基础的强度 位置精度 外观尺寸是否符合要求 排水措施 做好检查记录 安装前 安装单位要对进场安装的塔基进行验收检查 对有下列情况的设备不得安装 一 结构件上有可见裂纹和严重锈时的 二 主要受力构件存在速性变形的 三 连接件存在严重磨损和速性变形的 四 钢丝绳达到报废标准的 五 安全装置不齐全或失效的 根据施工作业环境进行勘查 对影响塔基安装和工作范围的障碍物 如架空高压输电线的场所 塔基的任何部位与架空输电线的安全距离 应符合有关规定 当条件限制安全距离不符合规定时 应与有关部门协商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安全区域设置安全警戒线 二 塔基安装工艺流程 塔基安装施工工艺流程为 安装基础结 安装标准结 安装顶升套架 安装回转装置 安装丝机式和回转塔身 安装塔帽 安装平衡臂 吊装部分平衡重 安装起重臂 安装电气系统 穿绕起升钢丝绳 首先 安装基础结 及两结加强结 并使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采用双螺母防松 拧紧力矩应符合要求 调整垂直度 使其符合有关规定 将顶升套架 及其附件 组装成一个整体后 吊装到加强结上 注意安装方向 其顶升横梁 需搁置在踏步上 同时 注意平台销子 应安装开口销防托 可将下支座 回转支层 上支座 回转塔身 及丝基式 等在地面组装成一个整体 在吊装至加强结 与顶升套架顶部 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注意上下爬梯应对称 吊装塔顶用销轴 将其与回转塔身连接 打开开口销 乘30度角 应注意其与起重臂或平衡臂的方向 组装平衡臂及其拉杆组件 吊装至回转塔身 进行销轴连接 按说明书要求 吊装部分 所需平衡重 按工程施工需求 组装所需臂长的起重臂及其拉杆 起重臂 拼装应使用支架 在上面将起重臂各臂结 拼装起来 并连接好销轴 将小车移动到起重臂的根部极限位置 并固定好 装好便服小车 穿绕好便服小车牵引钢丝绳 在吊装至回转塔身 及塔顶处进行销轴连接 吊装时 应注意起重臂的重心及吊点位置 确保平衡吊装 同时将起重臂拉杆 固定在起重臂上弦杆定位拖架内 防止吊装过程中滑落 在安装起重臂和平衡臂的过程中 应一次连续安装完成 根据起重臂的长度 吊装剩余平衡重 穿绕起升钢丝绳 并按规定固好绳端 若采用绳加固定 应符合有关规定 三 塔基的顶升加节 接通塔基电源 塔基电缆线 在向上牵线的过程中 应使用绝缘材料 分段与塔身绑定困扎固定 塔基加节作业时 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将全部加强节 连续安装在塔身底部 上部再安装普通标准节 严禁少装加强节或加强节 与普通标准节混装 塔身标准节应采用高强度螺栓连接 其拧紧例句应符合说明书的规定 塔基加节前 应先检查顶升系统并注意以下事项 一 顶升前检查液压系统及各部件的连接 塔基回转下支座与顶升套架应可靠连接 确保顶升衡量搁置正确 配平塔基上部重量 使其重心与顶升油缸在同一竖直线上 二 每次爬升前应确认 爬升防托功能有效可靠 方可进行塔身作业 三 顶升过程中 严禁塔基起升 回转 便幅等动作 同时应随时观察套架与塔身主弦杆 有无卡组现象 主电缆是否被加拉挤伤等 若出现异常情况 应立即停止操作 排除故障确认无误后 方可连续进行 四 顶升结束 应将标准节与回转下支座可靠连接 将一节标准节下端装上四支引进滚轮 落在引进横梁上 再掉一节标准节 进行顶升平衡配重 制动回转 卸下塔身顶部与下支座连接螺栓 将顶升横梁两端的削轴 放入居顶升横梁最近的塔身节踏步的圆弧槽内并顶紧 顶起略超过半个塔身节高度 并使爬升架上的活动爬爪滑过一对踏步 并自动复位后停止顶升 并回缩油缸 使活动爬爪搁在顶升横梁锁顶踏步的上一对踏步上 确保上部重量有两个活动爬爪承受 将油缸活摘全部缩回 提起顶升横梁 重新使顶升横梁顶在爬爪所割的踏步的圆弧槽内 在顶升油缸能装入一个塔身节的空间 将标准节拉入塔身正上方 卸下引进滚轮 用螺栓将上下标准节 即回转下支座与塔身连接牢靠 至此即完成一节标准节的佳节工作 4.塔基的调试 其中力矩限制器应按以下两种方式调试 A.定码变幅法 从使用说明书的其中性能曲线或其中性能表中 选定某一工作幅度及其对应的载荷值 在该幅度内任意点起掉选定的起重量 并逐步增大工作幅度 当起重力矩增大至额定起重力矩的90%时 应发出报警 当起重力矩加载至额定起重力矩的100%至110%时 应停止增加幅度和起升方向的运动 仅能做减幅和下降的运动 对变幅速度大于每分钟40米的塔基 在小车向外运动时 当起重力矩达到额定值的80%时 应自动转换为低速运行 B.定幅变码法 从使用说明书的其中性能曲线或其中性能表中 选定某一工作幅度及其对应的载荷值 在该幅度选定载荷值80%至90的起重量 以额定速度起升下降并正常制动三次 力矩限制器不应动作 保持上述起重调物离地面大约200毫米 逐渐加载至额定起重力矩的90%时 应发出声光警报 加载至额定起重力矩的100%至110%时 应停止增加幅度和起升方向的运动 仅能做减幅和下降的运动 起重量限制器的调整 调整起重量限制器 使其在相应工况下起升80%额定起重量 以额定速度起升下降并正常制动三次 起重量限制器不应动作 保持上述起重调物离地面大约200毫米 逐渐加载至额定起重力矩的90%时 应发出声光警报 加载至额定起重力矩的100%至110%时 应切断相应工况上升方向的电源 只能做下降运动 起升高度限位器的调整 起升高度限位器的调整 使吊钩自我缓慢上升至限位器 停止动作时 吊钩装置顶部至便幅小车架下端的距离 不小于1000毫米 幅度限位器的调整 幅度限位器的调整 使其满足下列要求 当小车向内便幅至矩缓冲装置220毫米时 限位器应切断向内便幅的电源 小车只能向外便幅 当小车向外便幅至矩缓冲装置220毫米时 小车停止向前移动 小车只能向内便幅 回转限位器的调整 调整回转限位器使其满足下列要求 回转限位开关动作时 臂架旋转角度应不大于正负540度 回转限位器应能切断该旋转方向的电源 仅能沿相反的方向操作 塔机在调试、自检、检测及联合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使用 塔机使用规定 塔机操作人员应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证件 两年复审一次 并在作业前对司机、信号工、思索工、安拆工等作业人员 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尾班作业前 司机必须对塔身制动器、钢丝绳、螺栓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 塔机各安全限位器装置不得随意调整和拆除 严禁用限位装置代替操作机构 作业完毕后应确保起重臂能随风摆动 控制开关应置于零位 并切断总电源 当塔顶高度超过30米或群塔作业时 应设置红色障碍灯 起重臂根部脚点高度超过50米时 应设置风速仪 实行多班作业的设备 应执行交接班制度 认真填写交接班记录 接班司机经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开机作业 塔机在使用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的规定 做到实不调 一、歪拉斜迁物体不调 二、调物超载或调物重量不明不调 三、埋在地下或粘连在地面不知重量的物件不调 四、无人指挥或多人指挥 违章指挥和信号不明不调 五、小物件未用吊栏或超过吊栏边缘不调 六、起吊物上占人或有活动物品不调 七、起吊物和附件捆绑不符合安全要求不调 八、吊物边缘风里棱形物体无防护措施不调 九、安全装置失灵不调 十、暴雨、暴雪、大雾、六级以上大风等恶劣天气不调 塔机的检查、维修和保养 塔式启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按有关规定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定期对各部检进行维修保养和检查 检查包含日检、周检、月检、季度综合检查 确保检查落到实处 并应留有记录 发现有安全隐患时应及时进行整改 一、日常维护保养 每班前后进行 由塔式启动机司机负责完成 二、月检查保养 一班每月进行一次 由塔式启动机司机和修理工负责完成 三、转场维护保养 每次拆卸后 安装前进行一次全面的维修保养 由修理工负责完成 塔机的拆卸 塔机拆卸工艺流程 拆除起身钢丝绳 便服钢丝绳 拆卸大部分平衡重 拆卸起重臂 拆卸剩余平衡重 拆卸平衡臂 拆卸塔顶 拆卸丝基式和回转塔身 拆卸回转装饰总成 拆卸套架 拆卸标准结和基础结 塔机拆卸时 应先降解后拆除附着装置 并按后装先拆的原则进行 塔机拆卸作业 亦连续进行 每次拆除附着装置时 应注意塔机的自由高度 不得大于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高度 安全技术措施及质量通病 1. 基础安全措施 塔机基础要求能承受工作状态和非工作状态的最大贺载 满足塔机康轻负稳定性要求 塔机基础形式有 板式基础 十字梁基础 装基础 组合基础 基础与塔机连接方式有 地角螺栓连接 支腿连接 预埋结连接 底架固定式连接 底架行走式连接 塔机基础周围应有有效的排水措施 基础应有可靠的防雷接地措施 并设置固定围栏 塔身对地接地电阻不大于4欧 重复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的对地绝缘电阻 不应小于0.5兆欧 质量通病 积水 接地材质不对等 基础设计不合理 基础地耐力不够 基础预埋地角螺栓质量不合格 基础混凝土不符合规范要求 二 防碰撞安全措施 一 群塔作业 当有两孩及以上塔机作业时 应当编制群塔安全措施